全世界都在講這種Bling的東西 我們講說像Google、Yamashin他們 他們如果要在什麼地方設一個Data Center 他們要求你什麼地方讓我設 你那邊要提供的電 必須是綠色的電 綠色的電是什麼意思 必須要綠能的電 乾淨的電 其他的電我不接受 污染的不可以 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這個國際的航運市場幾乎是功過於求 所以幾乎十年這樣下來 到了現在好像全世界的船廠到倒了三分之二以上 從900多家的到達成要300家左右 坦白講台船這幾年算是成果了 造船市場的波動 它的一個cycle都是十幾年的 那當時大家又想希望說 有一天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多角化來經營 在這種的邏輯之下 我們就是規劃了這個三個 未來的三個方向 一個商船的本業 一個國建國造 另外一個就是離岸風店 離岸風店那是風險很大的 因為完全沒做過 這個時候我想一想說 全台灣沒有人做過 你還怕什麼 我們還是最靠近海洋的企業 所以這時候我們應該 就是很堅定地跨入這個產業 2026到2030應該是一年會推出一個GIGA GIGAWatt 現在到2025是5.5個GIGAWatt 所以這一個9900多億可以形成一個蠻大的一個產業鏈 如果說算成績的話 是初步起步是有了啦 就是那個我們叫套管式的基礎 它造了以後這個架子放在水裡 下面它再打式跟釘子 釘在那個海床上面 這個PINPAL 我們現在已經到今天為止 跟附序是簽了66支吧 另外還有在這個基礎跟上面的這個風機中間 我們有一個叫做轉階段 TP就剛好在這個所謂的潮間帶 就浪下去上來 那個時候是非常容易鏽死的 所以我覺得最後決定我們成敗的 其實是在防石的處理 全台灣最好的塗裝廠工廠在這兒 台船有那個可以密閉的空間 可以把大東西塞進去裡面 控制溫度控制濕度 這樣去噴特殊漆 台船一般的碼頭 或者說全台灣所有的碼頭都一樣 可以承載的重量是每平方公尺兩噸 我們的重建碼頭是設計 每平方公尺可以30噸 這個是風電產業的規格 台船15號是一個舶 我們那艘舶舶很大 140公尺乘以40公尺 可以再三座套管室的基礎 可以到4000噸的這麼大的一個重量 那這個東西將來一定可以參與各大工程 台灣很多人將來要吃這行飯 要進入這個產業 其實就是要符合國際上這個規矩 我們有成立一個台灣風能訓練公司 我們還成立了這個台船學院 就是要號召啦 讓大家知道說有這麼多事情 然後大家趕快去拿證照訓練等等 給這些年輕人身上多貼一些證件 因為他的工作機會會更多 台灣本來沒有海工能量 台灣這幾十年來的工程 通通在路上做的 幾千億幾兆都在那個路上的工程 最多做到岸邊的工程 各個港口 好不容易現在開始有這種東西 台船跨進去了 所以我們成立的那個台船方海 環海公司 我給他們一個mission 我們要替台灣把海工能量 利用現在建置起來 從零開始 把所有現在全台灣做的事情 都做成紀錄 國外的這種過去的經驗 技術都去收集 那這些東西慢慢的就配合所有工程的進展之後 跟knowledge也留下來 根也留下來 那將來這些問題才可以說永續就發展 國際上很多地方 就是把綠能看成是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 在我所接觸的很多人裡面來講 他說你們台灣有一個好處 發展這件事情 政府帶頭在做 政府的決心很強 決心很強的時候 就會support你整個產業去起來